以赛亚书第三十三章 你这毁灭人,自己却不被毁灭的 你这行事诡诈,别人倒不以诡诈待你的,有祸了 你刚停止毁灭人的时候,自己就要被毁灭 你刚停止行诡诈的时候,别人就必以诡诈待你 耶和华,求你施恩给我们,我们等候你 每天早晨,愿你做我们的绑币 在遭难的时候,做我们的拯救 鲜壤的声音一发,众民必逃跑 你一兴起,列国就四散 列国啊,你们所掳掠的必被收取 像马扎收取荷架一样 蝗虫怎样为食物忙碌走动 人也怎样在掳物上忙乱 耶和华必被尊崇,因为他居住在高天 他必以公平与公义充满喜安 他是你一生一世的保障 丰盛的救恩,智慧和知识 敬畏耶和华就是你的至宝 看哪,他们的勇士在街上呼叫 和平的使者在痛苦哭泣 大路荒凉,过路的人掘击 敌人被约,藐视约张 不尊重任何人 大地悲哀衰残 礼巴嫩羞残枯干 沙伦好像荒原 巴山和加密的树木凋零 耶和华说 现在我要起来 现在我要兴起 现在我要被人尊崇 你们所怀的是康比 所生的是碎阶 我的气息必像火一般吞灭你们 众民必像燃烧的石灰 又像被割下的荆棘 在火中焚烧 远方的人啊 你们要听我所做的事 近处的人啊 你们要承认我的大能 在西安的罪人都恐惧 战精抓住了不敬钱的人 我们中间 谁能与托灭一切的火同柱呢 我们中间 谁能与不断燃烧的火同柱呢 那行事公义 说话正直 拒绝不义的财力 摇手不受贿赂 色耳不听血腥的事 闭眼不看邪恶的事的 这样的人必居住在高处 他的宝障必在坚固的磐石上 他的粮食必有供应 他的水源永不断绝 你必亲眼看见王的荣美 必看见辽阔之地 你的心必默想以往的恐惧 说 那寄树木的在哪里 那乘共赢的在哪里 那鼠点城楼的在哪里呢 你必不再见那强暴的民了 就是那说话深奥 难以明白 舌头结巴 难以听懂的民 你要看着西安 就是我们举行制定节起的城 你必看见耶路撒冷 是一个安全的居所 一个不挪移的账目 他的角子永不会拔起来 他的绳索也不会扯断 在那里 威严的耶和华 必坐我们江河宽渠一流之地 并没有荡江摇鲁的船只 能再起上往来 威武的战船也不能经过 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审判者 耶和华是我们的立法者 耶和华是我们的君王 他必拯救我们 现在 你的绳索虽然松开 不能绑紧为干 也不能扬起樊来 但到那时 许多卤物必被你们瓜分 甚至瘸腿的 也能把略物略去 以色列的居民 必不再说 我有病 因为在其中居住的 罪孽必得赦免 我换队了 我换队了 你能把我换队